是铁鞋大盗绑架了老板娘 他要挟朱老板让他说出这桃花宝密室的机关 铁鞋用死来威胁朱婷是没有用的 但用老板娘来威胁他却十分管理 朱婷是个重信手诺之人 他只告诉了铁鞋大盗一半的机关 但是他又不想老板娘出事 所以只好请陆小凤出山来摆平这件事 事才在逃亡之时许多人都中了毒箭 此时峨眉掌门上市发作 陆小凤请宋问草拿出解毒伞医治 宋问草却说他如果有解毒伞早已经拿出来救人了 就在这时密室中的氧气即将用尽 所有的蜡烛都已经熄灭 其实现在才是抓住铁鞋的最佳神经 陆小凤说什么笑话 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花满楼曾经见过铁鞋大盗的脸 那是一张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脸 现在如果想知道谁是铁鞋的话 只要让花满楼爱多摸过每个人的脸 如果铁鞋就在这里那他一定逃不了 随后花满楼在黑暗中一次摸过每个人的脸 他很肯定没有摸到那张脸 陆小凤 这你又怎么说呀 你错了 其实铁鞋已经长大了 陆小凤拿出身上的火车子 接着点燃所有的蜡烛 原来刚刚蜡烛熄灭并不是氧气将近 而是他故意为止 此刻密室中一片明亮 被花满楼摸过的人脸上都有一道黑影 只有宋问草的脸上没有 可见他不敢让花满楼摸他的脸 因为他就铁鞋大倒 陆小凤刚刚是有意让宋问草拿出药剂来救人 可是他却说解毒散用完了 一个既是救人的神医 不惜拼了性命抢回来的药囊 居然没有装灵丹妙药 那么这里面又装的是什么呢 陆小凤猜测其中一定装着宋问草逃生的工具 一双铁鞋 宋问草知道身份暴露 立时扔出霹雳弹 奔向了一旁的佛像 在此期间 他触动机关 将自己关在了铁门之内 可他并没有注意到 花满楼也随他扑了进去 陆小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宋问草的 第一 宋问草为陆小凤准备好了铁鞋大道的面具 是为了防止花满楼摸到陆小凤的人 花满楼见过铁鞋的真面目 这件事除了陆小凤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如果有 就一定是铁鞋本人 第二 宋问草替陆小凤穿上血丝缠软甲的时候 他继承解锁用的方法 是水上传家惯用的打劫手法 第三 孔雀王妃与陆小凤动手之时 所用的招数是东海独龙岛的武功 而铁鞋大道正是独龙岛主 所以宋问草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众人的视线 玉佛依旧被盗 正是因为他还有帮手 当年花如令杀死了铁鞋大道 其实是宋问草的完生哥哥 宋问草的哥哥被港海人扔进海里 被一个女人所救 于是兄弟二人便开始为他卖命 那个女人就是孔雀王子的母亲 他想当上汉海国的女王 于是便命宋问草兄弟同时在江湖上作案 为他据脸钱财 他此次作案就是为了祝孔雀王子当上国王 如今计划快要成功 只差一尊汉海御佛 说话间宋问草突然大笑起来 他拉出了佛像背后的一口香组 香终赫然便是一尊御佛 他是独龙岛出身 只要用火云霹雳潭炸开密室大门 他便可使用壁气功 穿着铁鞋抱着御佛一步步走上河床 就在他志得意满之时 八满楼突然从背后出现 将他制住 其实走出密室的方法 朱婷早已经刻在了给陆小凤的祝福路 出路 在佛手里 随后 少林方丈用水冲洗干净一尊佛像的泥土 露出了真正的汉海御佛 御佛手中握着一把钥匙 看来朱婷说的没错 出路果然就在佛手中